没有很好的跟同学讲再见 然后就再见讲 那个毕业典礼的现场的真实感 是线上毕业典礼不能取代的 往年的这个时候 原本是立刻想起毕业生踏上舞台 高兴领取证书及成绩单的毕业季 不过今年碰上新冠疫情 多个州属落实调管令 教育部宣布全国所有学校 从11月9日起关闭至2020年学期结束 那小学六年级学生呢 就这样在无预警之下 匆匆告别母校 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毕业旅行 这样的毕业心常态 老师 家长及同学们都还接受得了吗 嗨 今年就是没有这个毕业典礼 没有毕业旅行 然后也没有UPS2考试 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 所以 特别伤心 第一次毕业旅行就好像不能够参加 没有很好的跟同学 讲再见然后就再见了 就是没有再见面了 好像没有拍照这样很遗憾的感觉 原本想象中的毕业典礼是怎么样的 全部人都坐在礼堂里面然后看表演 很开心的可以飞帽子的 就拿着电话就一直在拍的 很疯狂很疯狂的 拍拍拍拍拍拍 然后今年这些全部都不能了哦 很适合这样的 今年就是没有这个毕业典礼 没有毕业旅行 然后对你来说会更轻松吗 财务上当然是啦 但是那个毁业啊是买不回来的 因为你过了这个六年级就没有小学毕业旅行这回事了嘛 所以这个钱呢花也是值得的 小孩他们是小学的一个分水岭 他们就要去中学了 所以这个六年级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不同意义的年份哦 然后就这样子无声无信就毕业了 没有小学毕业旅行 小男生也是多多少少是觉得有一点失望啊 因为听哥哥姐姐讲都是很好玩的嘛 现在反而没有了 没有的参与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因为童年不能再来一次了嘛 所以呢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遗憾啊 有人就建议说办这个线上毕业典礼的喜欢吗 不行 虽然有跟同学见面 当时就是真的没有正式见面啊 喜欢啊 对啊 好过没有啦 起码有毕业典礼就好了 这个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毕业典礼 是之前从所未有过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问题不大啦 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期待这种方式 我觉得那个毕业典礼的那个现场的真实感啊 是线上毕业典礼不能取代的 所以线上毕业典礼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是我想要凝补他们的话 可能就是等疫情过后啊 让他邀请三几个好朋友来家里住啊 这样子当着他们小学毕业的一个美好时光了 疫情升温让人始料不及 今年的毕业季或许会让毕业生觉得不圆满 失落也在所难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2020年的毕业生呢 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毕业 这对他们来说 会不会也是一个特别的回忆呢 那今年的学校生活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他一直全拍一集在口上 一时又上课 一时又不上课 一时又改去网课 以前的是比较开心一点 今年的就很吓不开心 好像没有见面这样 如果疫情就是还是一直就是不能好转的话 那未来可能都不能回到学校上课 然后一直要透过电脑 坐在电脑前面上课 你喜欢吗 喜欢去学校上课那种嘛 就是上课比较有效率一点 深中要认识新同学 新老师 然后就是可能在网络上 不能真正了解到 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 你最想跟班上的同学讲什么 或者是做什么 开派对哦 开派对 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我们是很肯定会开派对 然后儿童节